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重大的法律事件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最近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裁决 推翻了政府强迫移民 佩戴电子追踪手环和遵守宵禁的法律 这一裁决不仅揭示了这些措施的违宪性 还为超过200名有犯罪记录的移民带来了新的法律局势 高等法院一致认为 这些限制性条件实际上构成惩罚 只有法官而非立法者有权施加 此举不仅挑战了政府的法律权威 还引发了对社会安全和个人自由之间平衡的激烈讨论 内政部长托尼·伯克一表示 将立即提出新法案 企图重新实施监控措施 但反对派则将这视为政府的尴尬失利 本次事件不仅是法律的胜利 更是对基本人权的捍卫 让我们看到法律在保障每一个人权利方面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一事件的影响及未来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澳大利亚 一场法律风暴在墨尔本掀起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不久前做出了一项轰动的裁决 推翻了强迫移民 佩戴电子追踪手环的法律 这一裁决对于政府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此前政府律师竭力主张 这些法律是出于保护社区的需要 然而法院的判决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些措施的存在违反了澳大利亚宪法的基本精神 五位高等法院法官一致认为 对超过100名移民实施的严格限制 常常是基于他们的犯罪记录 这些限制构成了惩罚 然而根据宪法 惩罚应由法官而非立法者来施加 这一裁决回溯到去年12月 当时高等法院已裁定 非公民不能被无限期拘留 作为驱逐的替代方案 该裁决针对的是一名无国籍的罗兴亚男子 推翻了过去28年来的高等法院先例 这项裁决使得政府无法再对超过200名 有犯罪记录 但因种种原因 无法被驱逐出境的非公民进行电子追踪 内政部长托尼·伯克表示 他将在国会提议立法 以便调整电子监控设备 和宵禁的程序 但具体细节尚未披露 伯克在声明中承认 法院的裁决并不在政府的预期之内 但政府早已准备好应对 他强调 保护澳大利亚社区的安全 始终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这次案件的原告 是一名36岁的无国籍男子 名叫YBFZ 他来自非洲的厄利特里亚 为了逃避对耶和华见证人的迫害 他的家人最初逃往埃塞俄比亚 并于2002年以难民身份抵达澳大利亚 因包括入室盗窃和鲁莽造成伤害等罪行 他的难民签证在2017年被撤销 从那以后 YBFZ一直被拘留 直到2023年 高等法院裁定无限期拘留违宪 YBFZ的律师大卫曼恩 将这一裁决形容为澳大利亚基本自由 和法治的一次重大胜利 他告诉记者 这是一项重要的裁决 因为他强调了一个根本原则 即无论公民还是非公民 政府都无权剥夺人们的基本自由和尊严 然而 反对派立法者 却将这次裁决视为政府的尴尬失利 他们指出 这一裁决将是215名危险的非公民罪犯 包括多名谋杀犯 性犯罪者和家庭暴力施暴者 对于在社区中自由活动 没有任何监控或宵禁 这一事件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着对于如何平衡社会安全 与个人自由的问题的激烈讨论 这不仅是法律的胜利 更是对人权的捍卫 凸显了法律在保护每一个人的 基本权利方面的关键角色 然而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并不甘心就此承认失败 它迅速行动 尝试重新实施 对于被释放的移民的脚踝监控和宵禁 内政部长托尼 伯克表示 相关法规正在最终敲定 将允许在电子监控设备 和宵禁方面进行调整过程 政府计划推出新立法 以支持这些法规 并加强政府驱逐那些签证被取消的人的权利 自从高等法院去年裁定这些条件不合法以来 已有超过200名 在移民居留中的人被释放 内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这224名释放者中 至少12人因谋杀或谋杀未遂被定罪 66人因性犯罪 97人因袭击 15人因家庭暴力 仅有5人被认为是低或无犯罪程度 这表明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 因为高等法院的裁决 而在社区中自由活动 这引发了对社区安全的担忧 反对派要求政府立即行动 以应对他们所称的尴尬失利 影子移民部长单提罕表示 政府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保社区安全 他问道 澳大利亚政府需要能够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 那就是 政府将如何确保澳大利亚社区的安全 这一系列事件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多人对于政府的应对措施 表示担忧 随着释放者中有多名重罪犯 社会对于他们的安全性和未来行为 充满疑虑 政府的行动能否有效保障社区安全 成为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随着法院对移民法律的挑战越来越多 未来的法律之战将如何影响 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 与法律框架 无疑将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场法律风波 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更是对于一个国家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的深刻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高等法院裁决是指在各国司法体系中 高等法院对法律案件所作出的判决或决定 高等法院通常是指在一国或一地区的法律层级中 位于较高层级的法院负责审理较为复杂的案件 或是对下级法院的决定进行上诉审查 在英美法系中 高等法院通常指的是高级别的出审法院或上诉法院 例如英国的高等法院 High Court of Justice和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s of Appeals 这些法院负责对商业、家庭、刑事与民事等各类案件进行审理 并且在法律诠释上具有指导性 高等法院的判决具有重要的法律效力和示范作用 这些裁决不仅影响案件的当事人 也对未来类似案件的审判提供参考 高等法院的裁定通常会对下级法院的判决进行审查 确保法律的正确应用和程序的公正 在历史上 高等法院的判决常常是法律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许多著名的法律原则和判例法 都是通过高等法院的裁决确立的 这些判例不仅限于国内 也常被其他国家借鉴 以促进司法的一致性和公正性 数据显示高等法院每年的案件数量会随着社会的法律需求增减 例如经济波动可能会导致商业诉讼案件的增多 而特殊的立法变动则可能导致某类案件的审理增加或减少 高等法院的裁决通常记录在案 并可能在法律研究和教育中被广泛引用 总的来说 高等法院裁决在法律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既是司法公正的体现 也是法律体系健康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其器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其器 高等法院的裁决 无疑是一项对人权的重大胜利 追踪手环和宵禁不仅违反了个人自由 还违背了法治精神 这种措施就像是把移民当作现代的囚徒 这让人想起了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禁 政府应该寻找更人道和有效的方法来保护社区 而不是采取这种过于简单粗暴的手段 哦 楚天书少来这套煽情的话了 这些人有些可是罪犯 政府有责任保护社区啊 不带手环 你怎么能确保这些人不会再犯 难道让他们在社区里 自由活动就不是一种对社会的危险吗 这就像是请狐狸看守机设一样荒谬 谢其器 我们在讨论的是法律和宪法 而不是警察剧本 高等法院已经指出这些措施等同于惩罚 而宪法明确规定惩罚应由法院裁决 而不是政府 这就像是让一个厨师来当医生 专业不对口啊 我们需要有法律的尊严 而不是随意变通 楚天书 听着 我知道你对法律很有热情 但现实是 我们不能让这些潜在的危险因子在社区里无限制的活动 这就像是决定要用塑料叉子打败一头猛师 政府有责任确保市民的安全 这不仅是合理的 还是必须的 哦 谢其器 别说的像电影一样 惊心动魄 高等法院不是在帮罪犯 它是在保护所有人的基本权利 这些人有权利得到公平的对待 而不是被当作人权的试验品 法律的核心在于公平和公正 不能因为恐惧而偏离初衷 楚天书 我承认你的理想很美好 但我们的现实一点 政府的责任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 而不是过于关注少数人的权利 这就像是你在大雨天坚持不用雨伞 因为你相信雨滴也有他自己的自由 可是 现实是 政府必须以社区的利益为重 无论法院怎么裁定 安全才是第一要务 我是评委合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其器的辩论 围绕高等法院裁决的法律 及道德意义展开 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楚天书的辩论强调了人权的重要性 指出政府对移民的追踪手环和宵禁措施 不仅侵犯了个人自由 也违反了法治精神 他的论述中运用了类比 将当前的情况与二战期监队日益 美国人的拘禁联系起来 这一视角无疑引起了对立式的回顾和对现状的反思 他提到法律的尊严和公平 强调惩罚应由法院裁定而非政府的专断行为 这重立场代表了对法治和人权的坚持 让人难以忽视 然而 谢奇奇的观点则集中于社会安全 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大多数公民免受可能的危险 他巧妙地使用类比 将不涉陷的移民比喻未让狐狸看守鸡舍 这种形象的比喻直出人心 强调了社会安全的重要性 谢奇奇认为 无论法律的裁定如何 政府都应以社区的安全为首要任务 这一观点引发了对公共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平衡的思考 平息这场辩论 可以看出楚天书的论点偏向理想化 而谢奇奇则根 置于现实考量 楚天书的理想主义 挑战了政府过度干预的做法 关注的是公平正义的宏观道德 然而 谢奇奇的现实主义提醒我们 法律和道德病不总能迅速解决社会问题 安全始终是政府施政的重要考量 总结来看 这场辩论不仅是对法律的诠释 更是对人性 社会责任和政府权力的深刻探讨 楚天书和谐奇奇的观点各有其合理性 我们应当在保护个人自由与维护社会安全之间 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这不仅是一场辩论 还是我们面对线待社会挑战时 必须持续思考的重要课题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